刘正伟跟王家卫两个人过命的交情 好哥们 他俩互相之间你对我都不分 两个人关系到那了 所以刘正伟说我就诚心 各这些东西拿过来调侃一下王家卫 这你是个闷骚型的 你这不怎么样 所以两个人互相之间经常开这种玩笑 说他俩的交情怎么来着呢 当年两个人关系好 我合作一部电影 他俩都是编剧 这部电影名叫《猛鬼拆馆》 当时投资一百万港币 后来票房是一千万港币 两个人因为这个一下称名了 这个剧里边有两个主人公 一个叫季安 一个叫金麦基 然后他跟王家卫约定了 刘正伟说咱俩将来再写剧本 我笔名就叫季安 你笔名就叫金麦基 结果后来呢 刘正伟再写剧本笔名都叫季安 王家卫嫌金麦基名太土 没用 所以你看以前香港九十年代电影 编剧要写季安两字的 那都是刘正伟编剧 所以当时这两个人呢 关系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们说实在 就这部电影大话西游 它是从哪上来的灵感 是王家卫拍东西西毒 结果写东西西毒 第一稿的时候不满意 这稿子要刘正伟拿到了 刘正伟根据这个 改成了大话西游 而且这两个人交情体现在什么 这个故事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就是到中国内地 拍东西西毒的时候 王家卫觉得不满意 他拍片子有名的办 就撂着了回香港稿创作下 结果你想想林青霞呀 这个张曼玉呀 梁朝伟呀 梁家辉呀 这些大半就直接给亮到那地了 投资方不干的 搁这一天都是钱的 所以这时候骂王家卫 没办法呢 王家卫的好朋友刘正伟出山 先到这儿来救场 把这些大半拢在一块儿 说咱传个喜剧片吧 这样才有我们看到的东城西旧 把里头这些偶像之明星恶搞自个儿 恶搞成你像什么老安同事刘家玲一眼 跟自己师兄搞同性恋 等等等等 就恶搞的都不予复加 那个片子也是喜剧恶搞的一个经典之作 就刘正伟替他救的场 要不是投资方就要撤资 还得骂王家卫 所以两个人这个交情非常好 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刘正伟 借了很多王家卫的桥段来讽刺他 所以这个洋意上说不能算抄袭